前两天即刻说这个就是卡车着火了 因为过热嘛 轮胎着火 央急吃鱼啊 就是没着这事啊 就说说这个火大车这个事 这卡车这个轮胎啊 好多人觉得特别安全啊 在旁边走 其实我告诉你这个轮胎是特别危险的 前面你看它 轮胎跟那个什么轮毂之间有个绿圈啊 那就是最危险的东西 那个绿圈是可以掉下来的啊 这就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咱们就躲开它 然后再出 就是你要知道卡车轮胎是怎么装上 你就知道那个东西特别危险啊 卡车轮胎跟普通的轮胎不一样啊 因为它重 而且它压力也高啊 相对小说 它就需要有一个雾胎的那个圈 那个圈实际是一个弹簧的圈啊 弹性的 而且是非常厚实的钢板做的 记得我学车的时候那时候上过一个新闻的啊 就是说这个 那时候在公交驾校门口 就有一个卡车爆胎了 那时候我也不理点了 我这卡车爆胎 怎么能把那个大轻动机那车门都给拍 拍变形了 而且那个车里人的那个按摩值这个冲突 就是因为它那个崩出来了 所以说卡车一定要躲得远点 尤其夏天的时候 我排到最后 一队卡车我排到最后 我停它边了 前后堵的 它真着了我 轮胎着了 一躲你都没这躲 只能汽车 它的侧面 后面还好点 前面也一样了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就是这卡车 一桥停着 它从后边过来 我从交流站出来 然后就碰到这么一个事 就是我停的那红细灯上 它那是桥嘛 像这种桥似的 它下桥 我不敢说它超没超仔 反正它没停住是真的 我看着它下来 但是我不知道它能快是停下来的 我就到最外侧车道 一肩右转的车道 停着 几乎就是接到了右边那个线 它在过来的时候 就碰到这个桥似的 可是它刹不住 正好我给它留出一空了 我要不留这空 基本上这车就报备了 肯定我就奔医院车了 乡村的路上 你最好就停最右车了 实在不行 夹着速度你就管 至少能保证你安全 这时候我 关于这卡车方面 前后侧我都说了 后边为什么没这么多 因为后边就简单 你别跟着太近就行了 跟太近 它刹车肯定是没有你留 看不见前头 它有可能并线了 它拐过去了 因为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之内 让它拐过去了 然后你跟着它后边 然后你就看见前面的东西了 那你就来不及了 前侧后 重行车都躲得远点 保持我个人感觉啊 至少得 就它标准的半个车身的处理